什么?小药竟然有暗恋对象 小鑫 上次你帮我送的情书 你送了没有啊 诶?没 没呢 你那写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呢 我今月待说与你 喜鹊乌鸦一家世 欢声乐里经落脑 你听残言 我心残 这场弄心还不浪漫吗 那你看看常委呢 哈哈哈哈 今天的任务就是 爆出你的暗恋对象后 才能失去物资刺激 我来帮小可爱们言行拷问姐姐呢 差 差没有啊 我那是写着玩送给你的 不说也可以呢 那你就空手刺激呗 空手就空 哎等等 三机甲 说种说嘛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暗恋的是 小米小庄小李小强 还有小星 我都被你说的不好意思了呢 话说小可爱们 有没有暗恋对象啊 趁着现在没人 赶紧再拼了去爱他他哟 暗恋对象这么秘密的事都告诉你们了 小可爱们 还不快点刻小星星嘛 姐姐 前面空头好热闹呢 我们过去好好帮他们劝劝架 小心快溜 真是摸了老虎屁股啊 别打了别打了 再打就要出生命了 你刚才不还很嚣张的吗 谁知道他是私人版编队啊 哼唧唧 但 什么事不可能怂的 打倒三个呢 小伙子 不知道什么叫穷追末寇吗 追着最后一个 好兄弟都躺在这啊 还怕他跑很远吗 这一队哈哈 不就是路过开箱打招呼吧 只发这么大脾气吗 这下好了 黑了夫人又折兵 要不是刚才我开车跑得快 现在成盒子的就是我们呢 啊 灭满编队还不能吹下牛啊 小可爱们 贼多因此灭过几只满编队啊 叮叮叮 不能趴进了 哎 接起来的就是这么突然啊 刚才还在那福地观望 下一秒就成盒子呢 哈哈哈哈 没急 还有人呢 这就让我 另一个痛快 你那么凶 是找不到男朋友的 小心 二八零方向十多后有人 我去 这都没死 倒嘴的肉 可不能就这样给放跑了 冯阳 接近点 小心 没本事抢人头 有本事把我听书送给小哥哥 你的爱恋对象太多了 送不过来呢 那没事 挨个儿送 这啥呀 又差一枪她都给跑了 淡子静静摸得感情 姐姐 我们过去给她解决了 我俩想到一块去了 忙了 漂亮 只剩最后一个了 啊 猫子看错了 是辆车车 看到了 可是后 我来走的包装 看她怎么跑 耶 胜利 挑战包装暗恋对象后 才能是只物资吃鸡 任务完成 我是小药 下次任务 欢迎在评论区 敬请下答哦